大家好,又是我Anson 上集教了大家打磨的工序 今集多分享另一個小技巧,就是什麼呢? 茶膠水 稍安無措,教得一定有原因的,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立刻去片 大家好,又是我戰神安信Anson 和大家分享砌模型的心得的時候 今集我想講講茶膠水 可能有些人會說,茶膠水也要弄 其實都有些技巧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砌了一段時間所得到的經驗 好,我們現在先講講 其實很多時候的模型都說不需要你茶膠水 因為它的筍口位都做得很漂亮 基本上一夾起來都可以說fit 但是坦白說,不是每間廠的模型都很漂亮 有時可能當你夾一塊的時候 可能這個位一夾上面那塊 原來它那個筍口位比較fit 各樣,可能你一夾起來的時候 你不下膠水,它都會輕微彈開一點點 那久而久之,可能關節你又覺得它好像不夠緊 甚至乎有條縫,其實都不好看 那我呢,很多時候都會很執著地 雖然你說不用茶膠水 但是我都用膠水貼緊它 希望每一件件都夾到最緊 那另一方面呢,也不是說就這樣 好了,砌上膠水,夾起來就算了 我自己還有一個習慣 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 有時可能筍位 凸出來這些和這個洞太fit 變成夾起來的時候 然後呢,可能會有點緊 而影響了你那個茶膠水貼起來的感覺 那我反而就喜歡剪掉它 什麼意思呢?我現在示範一下 我會在這些位置,尤其是這些洞的位置 我會比較斜角剪掉它一段走的 看到嗎?我會一個斜角剪掉它 而同一個筍位呢 看看,對方 就是這個 我亦都會斜角 斜角好了,不要去得那麼盡 一次過剪掉它,我不贊成這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減少了它那個 夾起來的時候那個壓迫的感覺 而令到它 不會因為那個太fit的關係 而輕微彈開 那當然啦,不是剪一個 這件比較多這些筍位 剪掉它 反正下膠水 就算真的可能有一隻半隻這些筍位 剪得太過分的 那其實不需要太在意 我剪爛了 這就不關事的 我不清楚其他人喜不喜歡這樣做 但我自己就覺得那個效果不錯 起碼我一落膠水的時候 兩件件夾起來的時候就會貼很多 不需要擔心輕微彈開一點點 快手一點點 好啦,我們 反正也是 反正也是 那其實也有一個方便就是 如果我試砌 然後把它們夾起來 很輕易可以打開 它又未至於沒有筍位 一夾起來就脫漏漏的 又不會 那OK啦,到茶膠水這一部分 對我再教下一部分 關於補甲口那方面 亦有一個方便之處 這個我們下次可以再講 OK啦,茶膠水 記住 如果你只是想著就這樣貼起來 而不是想著 好像我遲些說 補甲口的 那就記住 每一筆都不要太過量 浸完之後在邊上 封一封 不要水漏漏的 還有記住一個方向就是 由內至外掃出去 不要塗那麼多 有就可以了 盡量在向外掃的 因為如果你向內掃 或者亂塗 你很容易因為那些毛開叉 你就會把膠水 撥在一個模型的表面 那你砌出來的模型 就滿了膠水積不漂亮 尤其是這一步 撥乾一點 輕手一點 快手一點慢慢掃 連這些孔位 筍位我都會放一些 每樣東西都不要去得那麼盡 不要去到那麼多 夾起來 給一點點力 輕輕夾夾 夾一夾 因為剛才剪了筍位的關係 其實現在你會看到很貼很貼的 那條縫 不會輕微再彈開 如是者 這樣砌 肯定你每一件件都夾到最實 但膠水會因應天氣 如果比較潮濕的 我會比較建議等多一兩天 才好再去活動它 因為都不是說乾得那麼快 它不像AA膠那些 好了 今天這個膠水的基本教學 就是這樣 如無意外 下一集 我應該會教大家 一個補甲口的基本程序 那 大概兩天左右 我想應該應該是用這一件件去做 那OK啦 今集就先講到這麼多 看完剛才的片段 是不是發覺茶膠水 是一樣又簡單 又不可以媽夫的工序呢 而且 它還是補甲口第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下一集 我就會講一下 什麼為補甲口 如果大家想知道什麼時候有新片 記得訂閱我youtube ad我facebook 還有 follow我的tweetschannel 有問題的 隨時留言給我 拜拜 記得回來看